两年多 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骗局中 我接受不了 这个面相有点憨厚的男人 在自己最好的哥们 跟自己妻子共同编制的圈套中 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 直到事情败露后 他甚至还想用自己的真心 去感化那两个人 但换来的却是毫无底线的羞辱 那是1997年6月3日的上午 贵州省青镇市的一家沙轮厂里 突然传出了一声惊魂般的尖叫 随即就有人报警称 在代理车间主任任宗保的办公室里 横握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性 警方刚刚赶到现场后 竟然又有人报警称 在厂区内的一处池塘边 又发现了一命倒在血泊中的男子 而就随后到来的急救人员确定 倒在池塘边的那名男子 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体征 而办公室里的那名女性 则被拉进医院进行了急救 第一消息瞬间在厂里炸开了锅 还没等惊慌失措的工人们缓过神来 又一个令人惊讶的状况出现了 时任厂区代理车间主任的任宗保 已经站在了厂区内最高的车间楼顶 准备跳楼轻声 厂区领导和现场警员 立即想方设法的稳定任宗保的情绪 最终在经过了一番的劝说后 任宗保放弃了轻声的念头 跟随着警务人员去接手调查 原来在办公室那名满身血雾的女子 是任宗保的妻子方丽 倒在池塘边的那名男子 则是任宗保最要好的一个朋友李庆 那么在这三个人之间 究竟隐藏着一段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呢 任宗保和李庆的关系 基本可以说就是发孝 李庆比任宗保大了两岁 两人是在一个村子里长起来的 后来又一起进到了事发的之间 沙伦场工作 任宗保平时是一个比较憨厚 不善言辞的人 而李庆却是头脑机灵 能说会道 所以平时李庆在任宗保的面前 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形象 当时在沙伦场里吃工作了半年 李庆就和任宗保商量着 要离开沙伦场 带着任宗保去做生意 因为那个时候的工厂 要想在厂里有所作为 晋升个一官半职的 是需要功龄的 你一个新人能力再强 也得到了功龄 才能给你加薪升职 头脑灵活的李庆 早就看明白了这些 他才不愿意让自己的才能 白白浪费在这种地方 所以才鼓动着任宗保 离开厂子和自己去赚大钱 可是因为任宗保入厂时 他的父亲又是托人 又是找关系 好不容易才进去的 当时父亲就坚决的不同意 而且任宗保本心里 也是不愿意放弃 这份稳定的工作 所以李庆就自己辞了职 在清镇市区 开始做一些 倒买倒白的小生意 这那小插曲 也并未影响 两兄弟之间的感情 因为都在清镇时 两人也时常会聚一聚 后来李庆结交了 一个市区里的姑娘 并很快的结了婚 在那姑娘家庭条件 优异的加持下 李庆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而任宗保则在 家人的撮合下 娶了一个老家的姑娘为妻 后来任宗保在沙轮厂里 一待就是十多年 就在事发前不久 他还刚刚被提拔为了 第七沙轮厂的代理车前主任 而当时的李庆 已经是拥有几辆货车的小老板 经常往返市区和乡下运送货物 经济条件方面 那肯定比任宗保强了好几倍 虽然是这样 两人之间并没有任何金钱上的来往 平时吃点喝点也都不在乎 所以关系也一直非常好 可是就在这场悲剧事发的两年前 一次不起眼的小事 成为了整个事件的转折点 当时任宗保家的孩子 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所以任宗保的妻子方丽 隔三差五的就要回老家一趟 那一次任宗保得知李庆 正好也要回到老家去拉货 为了省下几十块钱的车费 任宗保就让方丽 坐着李庆的货车回的家 也算是路上有个照应 可是两天以后 等着方丽从老家回来后 却跟任宗保说 你以后少给那个李庆来吧 这句话当时让任宗保一头的误水 他反问妻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妻子就说 觉得李庆这个人滑涂的狠 反正以后少跟他来往就是了 任宗保跟李庆的关系虽然好 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聚餐 李庆从来没有带过他老婆 所以任宗保也没有让方丽参与过 听到方丽对李庆的评价后 任宗保当时也就笑着随口应了一句 并没有当回事 因为他觉得 自己与李庆几十年的哥们 怎么能说不来往就不来往呢 况且那是自己的老大哥 不过从这次事件过后 任宗保也刻意的 趁老婆回老家的时候 才去主动找李庆聚一聚 但是你说好巧不巧 每一次都是李庆去往了外地 即便是这样 当时的人宗保还是没有任何的察觉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 任宗保接到了一个电话 将埋藏了两年时间的秘密 全部给揭开了 电话是李庆老婆打来的 他说要找方丽问些事情 原来李庆的老婆 听给他家开货车的一个司机说 李庆的货车上 有时候会拉着一个女人 而当李庆老婆质问李庆时 李庆当时还非常的理直气壮 说那女人是任宗保的妻子 说他和任宗保几十年的朋友了 让他老婆搭个便车怎么了 李庆的老婆知道了那女人是方丽后 当时也没有再说什么 直到这一天 李庆再一次出门 他老婆犹豫了好久 还是打通了任宗保家的电话 想求证这件事情 任宗保当时听了李庆妻子的话 就隐约的意识到了不对劲 因为自从那次方丽让他远离李庆后 他就再也没有让方丽搭过李庆的便车 但是为了自己的哥们 任宗保当时还跟李庆的老婆撒了谎 说那个搭车的女人确实是自己的妻子 挂掉电话以后 那天晚上任宗保把电话拿起来又放下 重复了好几次 最终也没有勇气给方丽和李庆当中的 任何一个人打去电话置位 他虽然急需要知道真相 但同时又害怕知道 就这样他辗转反思的一夜 第二天又心事重重的去上班了 因为根本无法打下进来工作 当天只上了半天的班 他就借过回家了 可是刚一进家门 眼前的一幕就让他彻底傻了 就在任宗保推眠而入的那一瞬间 他先是看到屋内两张僵着笑容的脸 慢慢的从惊讶变为了尴尬 而任宗保那张崇荣满面的脸 则一下变得铁青 当时还是李庆反应最快 他率先开口说 来附近办点事过来找你喝点 看着任宗保的脸色并没什么变化 李庆收起了尴尬的笑容就离开了 任宗保当时并没有阻拦 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此时房间里就只剩下了他们夫妻俩 过了好大一会儿的功夫 方丽终于开口打破了 那死一般沉重的气氛 这句话仿佛用尽了方丽全身的力气 因为本来他就站在沙发边上 说完这句话后 他重重的坐在了沙发上 而任宗保呢 一直就站在一开始进屋的地方 从始至终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又是几分钟死寂过后 任宗保也终于开了口 我说你给我带个绿帽子没有 他说你想吗 一男一女在一起能做什么事情 这是他范围 那一瞬间 任宗保如遭的一记重腿一样 觉得整个房间都在旋转 他向前走了几步 坐在沙发上 甚至还刻意的避开了刚刚李庆坐过的位置 坐下后任宗保并没有看向妻子 而是盯着电视说 为了孩子能不能不离婚 他当时给我有一句话 就是说只要对方说 以后解除这种关系 永远不再来找他 那么他还可以继续活着 虽然内心遭受到巨大的羞辱 但是一直想安安稳稳 过平凡日子的任宗保 觉得自己的生活经不起那么大的波折 所以在妻子讲出那番话后 任宗保竟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全部抛在了脑后 开始思索起来 明天该怎么说 才能让李庆主动的退出 想了一晚上之后 第二天任宗保带着妻子方力 把李庆约到了他的厂区办公室内 李庆一到 任宗保就开门见山的对李庆说 只要你今天说一句 今后不再和方令有任何来往 和他一刀两断 你们之前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就不再追究 这是任宗保考虑了一晚上的结果 他认为一个是和自己 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妻子 一个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好哥们 他作为一个受害者 能做出这样的让步 那李庆应该会感恩戴德 甚至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他道歉 可这唯独他没有想到 李庆会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他那样他会慢慢离婚 如果我不离婚 他就要带着我的这个妻子走 意思是四倍没这个问题 另外给我一笔钱 包括我的儿子 他可以给我养大 他就是从家长到过去 觉得有个是好朋友 什么没人这样 他都要记得三个百分 你也懂 李庆的话 虽然让任宗保 已经到了听不下去的地步 但是这个时候 他还是强压着内心的怒火 下意识的看向了身边的妻子 他希望妻子在这个时候 能表个态 可是当他转头看向方丽的时候 方丽正微低的头 盯着对面的李庆 那一刻方丽虽然就坐在任宗保的旁边 但是任宗保却觉得 妻子已经离他很远很远了 就在那一瞬间 被任宗保用李治强压在心底的那一团怒火 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了出来 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 从抽屉里抽出了一把尖刀 朝着离他最近的方力捅了过去 这个时候李庆也反应了过来 他转身就往门外面跑 任宗保拔出尖刀就追了出去 在追到场局的一处池塘边 李庆一个猎切摔在了地上 任宗保赶上来压在李庆的身上 就是一顿乱痛 直到李庆没有了任何的反抗 彻底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任宗保 跑上了车间楼顶 准备跳楼轻声 最终经过劝说 任宗保束手就勤 被警方带回了警局 最终因为抢救急时 任宗保的妻子在医院里获救 而任宗保最终也被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任宗保已经是入狱服刑了12年 虽然在刚刚入狱期间 方力已经和他离了婚 并且现如今也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是任宗保的心里 始终还是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亲口和方力化解恩怨 经过监狱方面的协调 任宗保最终打通了前妻方力的电话 喂 喂 谁啊 我任宗保 哦哦哦 什么事啊 你现在怎么样 生活率怎么样 啊 你现在生活怎么样 生活肯定困难了 有多困难 啊 有多困难 有多困难 啊 有可能我对医生当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这个时候 你对我这个地方还有没有这个怀恨在心的这种感觉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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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不存在 原谅你这个这个这个因为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就是 到就把你已经原谅了 他肯定还是很我喽 不存在 真的 我这是说真心话和你讲 绝对不会不会害你了 哎 不说了 这个都过去了 走 过好以后吧 哎 搞好以后吧 好 你出来嘛 慢慢的 微微也到了 你出来的时候嘛 应该他 也可以 逐利了 你出来你还记不上 还可以真的假的